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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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穿著族服 在台北火車站大廳中間 演唱族語歌曲 他們是來自桃園市的 國立體大體育推廣原專班 以及競技原專班的25位學生 透過快閃行動 不只要與民眾交流自己的文化 更是要增進自我認同 我覺得這個快閃的 我都是給我們一個勇氣 因為平常在學校裡 其實也沒有自信的跟大家說 說我是原住民 然後藉由這個機會 讓大家可以更自信的 再向大眾表達自己的身份 在我們台灣民主社會的國家當中 要展現我們原住民主體的身份 對現在的學生來說會很尷尬 也會不好意思 很感動的是 他們願意可以站出來 穿著自己的傳統 展現自己的族群文化 這個是很感動的一件事啊 此次的快閃行動 學生準備了共七首曲目 包含阿美族 布農族 以及北南族的歌曲 除了在繁忙的台北火車站表演之外 學生也進到熱鬧的西門町商圈 從早唱到晚 跳到晚 這次的演出其實大家準備得沒有很完善 然後設備有很多的問題 導致大家都很慌張 不知所措 所以我覺得下次應該要再準備更好一點 雖然第一次的快閃行動仍有美中不足之處 但也讓學生勇於脫離舒適圈 吸取寶貴經驗 也有機會從樂舞課程中 透過身體力行的方式 學習並傳扬自己的文化 約新聞怎麼到此不讓 維陽台北施採訪報導